在今天你看到新聞裡面 洪仲秋案的判決結果 你覺得公平嗎 在今天我們會請來了 有華哥 還有包含X先生 以及洪舅舅 等一下就會在我們的現場裡面 來告訴大家 這個案件當中 究竟有多少的不公不義 但是呢 現在在我們的天空當中 其實正有一場戰爭 要開打哦 Google現在擁有的是什麼呢 熱氣球 它現在呢 開始在空中布滿了它的熱氣球 但是呢 臉書 他們現在要買什麼 要買下無人機 無人機來打熱氣球 這場科技大戰 可是在我們的天空當中 洋洋灑灑的開戰了 對 我們知道打仗的話 不只是自海權 自空權非常重要 天空被誰掌握 你這個國家可能就非常危險 沒錯 那在網路世界裡面也是一樣 臉書 它現在有一個計畫 它希望它能夠把一架 無人飛機 能夠打到天上面去 好 它目的為了什麼呢 目的當然為了 讓大家都能夠上網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現在 我們每天都在上網對不對 其實全球大概還有50億的人口 是沒辦法上網的 全球這麼多人不能上網 那為什麼沒辦法上網呢 為什麼 比如說它可能在偏遠地區 住太高 太高山啊 那像比如說像非洲 這些基礎設施比較差的 它不可能去蓋一個什麼 拉個什麼光纖啊等等 都沒辦法 所以它赤製了大概18億 它收購了一家製造無人飛機 一家公司 叫做泰坦 這個泰坦 航泰公司 然後你注意喔 它打造的是1.1萬個 大氣層的一個衛星 所以它用什麼方式 第一個質量要輕 因為它必須打得非常高 第二個它用什麼 太陽能板 你注意看它飛機上面有沒有 這數千個太陽能板 所以你是說包含整個機翼上面 求是太陽能板 連著尾翼上也是 垂直翼上都是太陽能板 它必須全聯在天空飛來飛去 那你就說它隨時在地可以充電了 對 只要有太陽就可以充電 那如果說 因為我們知道地球 另外一邊是沒有太陽對不對 好 那這個時候它就有電池在發電 所以它是24小時都可以用的 對對對 好 那另外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因為它必須打到哪裡 地球上面20公里的地方 這麼高啊 不是非常高的 我們飛機最高 也只不過正常 能夠大概10公里左右嗎 它可以打到20公里 它打上去5年不用加油 所以至少它的年限是5年 因為它能夠8點 飛機起飛以後 就是5年後才下 對對對 所以你就 你的上網就可以不間斷了 那臉書呢 它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呢 各位還記不記得 Google 當初呢 他們有一個計畫 也是一樣 就是說希望全球每個人都能夠上網 因為我們知道現在Android系統 全球佔比已經來到80% 比例非常高 還有50億人是沒辦法上網的 如果這50億個人能夠掌握到 這些都是什麼 都是商機啊 都是商機啊 對不對 所以Google它之前 它就有一個計畫 就是打一個熱氣球上去 好 那這個氣球你看 這氣球很特別的 你注意那麼大一顆氣球 這很特別 它這個高度有12公尺 這非常高非常大 好 那這個氣球呢 它幹嘛呢 它一樣 它也是要打到怎麼樣 打到天空上面去 一樣20公里的地方 那你不要小看這個氣球 當這個氣球飛到天空20公里的時候 它打出來的訊號 台北市 可以接收得到 新北市可以接收得到 桃園也可以接收得到 簡單講 它一顆氣球打下來的範圍 也就是說我一個氣球上去 我整個北台灣都可以收得到 幾乎北台灣都可以收到 無限的一個線條 這麼厲害啊 對 所以它的一個打造方式 就是說希望 這樣子的話就沒有任何的什麼 基礎限制的 限制了嘛 那而且加上我沒有任何地形會阻礙啦 對對沒錯 那我這樣最簡單的話 我台灣上空只要打4顆氣球 我全台灣從北到那都通的了 對沒錯 好 那你這氣球打上去 它的原理是什麼呢 當然第一個 它是熱氣球用動力衝上去對不對 一樣它必須放在什麼 2萬公尺的高空 平流程 重點在平流程了 我們知道這個氣球 我們地球是會轉的 那地球它會 這個氣球它會飄來飄去 對沒錯 那萬一跑掉了怎麼辦 是啊 那我在上網受不到訊號怎麼辦 但很聰明 我們知道為什麼要打到平流程 因為平流程因為溫度的 溫差的關係 它會造成它的流動性會怎麼樣 反方向 平流程比較穩定 對比較穩定 就是說它可能 一邊往這個左邊走 氣球讓一邊往這個 這個右邊走這樣 好 那你看到如果假設 當這個氣球 我要讓它移動的時候 比如說我要把它移到 台北市的天空 這時候把氣球怎麼樣 往上拉 它就往這邊移動了 往下拉 對 它就往某個地方去移動了 這個真厲害 也就是說它就一直可以跑 它可以上空了 對 它可以這樣也控制了 這氣球它有一個好處 所以我們看 這個氣球它的運動原理是什麼 它原理是說 當我氣球打到天空去之後 它上面裝有什麼 電腦 裝有GPS 對不對 好 這時候它就會打出訊號下來 那打出訊號下來 你還不能用 不能用 對的還不能用 不是直接可以用 不行不行 因為我們家不是會有那個電視頻道嗎 我們不是有一個接收器嗎 是啊 我們古代的家庭是不是有天線的有嗎 沒錯 用接那個平坡的有嗎 接著它 然後它有一個機器 再把它轉換成什麼 像它要換紅色的 對 對 它家裡面就是跟氣球這樣做一個連結 那個已經坡打下來對不對 那家裡面開始怎麼樣 上面可以收到東西 也就是說我要有個接收天線 一樣要有一個天線 那有了天線之後 再透過這個天線把它換成什麼 換成我們無線上網的那個訊號 這樣子你就可以上網的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操作 這裡面它預計大概應該可以用到 大概1萬個以上 哇 這麼多 差不多 應該要算1萬個以上 就可以普遍到全世界了 所以現在我想誰在想滯空拳 全球兩大的企業龍頭 一個就是臉書 一個就是Google 現在已經不是在地面拉那個線 現在連戰爭都已經打到天空 誰能夠搶到滯空拳 將來誰就是商業大鱷 國家之間只能搶到滯空拳 你就擁有國家的主權 但是科技業也一樣 Google跟Facebook 他們現在也要搶的是 天空的那個滯空拳 但是你注意 科技來自於人性 許多東西設計上來說 當然最重要要考慮人性的想法啦 如果你摸到你皮膚後面的皮夾子 你摸到你這包包裡面的皮夾子 你想不想掏錢出來買東西呢 有些人就會有這樣的想法 跟這樣的衝動 沒關係 科技給你抑制你的想法 對 要怎麼抑制衝動 很簡單吧 現在知道這個月光族是不是 那開源很難知道節流 把自己從錢包裡掏錢的慾望 給大大降低 這就是一個省錢的好方法 怎麼可能 但是手在這裡 皮夾在後面 我隨便一拉 皮夾就出來 我就要掏錢啦 那就讓他比你智慧 我跟各位講 他怎麼會智慧 就叫做智慧型省錢皮夾 來 畫面中你看到這個 就是智慧型省錢皮夾 它裡頭有一個藍牙的裝置 這個藍牙裝置就會連結到 來 這個 手機 連結到你這個智慧型手機 然後你看 這個藍牙裝置在智慧型手機裡頭 它有一個叫做會計軟體 等一下 你看那個皮夾在幹什麼 這個會計軟體 它就會幫你算出最省錢的模式 如果你現在調到省錢模式的時候 這個軟體就會告訴皮夾 不要讓你的主人花錢 他要拿錢 你就要跑 因為他的皮夾下面 裝了兩個輪子 這兩個輪子就會一直跑 一直跑 等一下拿錢 他就跑 你的意思說那個皮夾 自己會在桌上跑掉 對 你講得對 我要拿不到那個皮夾 我開始就有一種欲望跟衝動 結果最後我皮夾拿不到 我沒辦法花錢了 是 我告訴你 這個時候你想去 它還會跑 跑就算了 你要是想攔截它 它還會轉彎 那如果這個時候你堅持要把 你看 找彎了耶 對 那如果你堅持要把它打開 這時候皮夾會講話 他會跟你講 說什麼 Help me Don't touch me 不要碰我 救我 為什麼呢 因為你堅持要打開它嘛 是不是 這是因為你調到了省錢模式 那如果這個皮夾 它都已經跟你求救 說Don't touch me 你還要打開它的時候 它有個殺手鍵 什麼殺手鍵 它會說你還是要打開 我就打給你老婆 對 怎麼這麼狠啊 因為你的智慧型手機裡頭 有一個省錢會計軟體嘛 那透過藍牙跟皮包做連結 皮夾知道你這麼貼心 一定要花錢 我就打給你老婆 這就是這裡頭一個聰明的軟體 但是反過來 這個會計軟體 如果你很有錢 它也可以鼓勵你花錢 等一下 有錢還會變模式 還有這樣子的模式 對 這個時候如果你去買東西 它竟然還會播 說貝多芬的快樂 說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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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慶祝你 你就為了買東西了 衝動跟慾望了 來 醞釀你Shopping的氣氛 或者慶祝你Shopping成功 它甚至還會主動 你聽我音樂 你是音樂 皮夾出來的聖夜 它唱得跟我一樣 它學我 對啊 對 你是貝多芬的快樂之後 就是在刺激你Shopping的氣氛 另外它還會主動告訴你 現在亞馬遜網站上面 最暢銷的前十名商品 Mikuchi Prata 趕快買喔 等一下 它自己還會講話 告訴你什麼東西 最暢銷喔 好 你剛剛有沒有覺得我很囉嗦 有 你有沒有覺得我講話有點呱噪 是 聲音音量大了 很吵 你可以叫我閉嘴 日本人發明了一個 如果你覺得你身邊的人好吵 你想叫他閉嘴 叫做立馬閉嘴槍 應該你指我吧 好 你就拿著這個指著我 我告訴各位 你別小看他喔 這不是電影內容 不是漫畫內容 他身的成在日本的發明家 還因為這樣子得了 搞笑版諾貝爾獎 好 這個其實是運用了 一個心理學的研究 跟一個音響學的原理 話說你覺得這個人太吵 你就拿著這個立馬閉嘴槍 對著他 那因為一個人 如果當他在講話的時候 他又聽到了自己剛剛講過的話 他會愣住 腦袋會一片空白 這個在心理學上面叫做 延遲聽覺回饋 掌握了這個心理學研究 觀眾朋友已經知道了 這個槍 它前面就有一支指向性麥克風 專門收音的 然後它還有一個喇叭 專門擴音的 這個時候 再加上它上面的距離感應器 跟瞄準雷射光 好 開始這些配備大家都熟悉了 我就拿著這個立馬閉嘴槍 對著那個呱噪的人一對 這時候他的瞄準雷射光 就改應了就開始錄音 把你戴立剛剛剛講過的話 比方說 姜若伯你好吵 就把他錄起來 0.2秒就夠了 立刻透過他的喇叭 再反射回去讓你聽到 你剛剛講的話 姜若伯你好吵 我問你 你每一句講過的話 不到0.2秒 你就會再聽到剛剛講過的 那些重複的話 好像那個echo的回聲一樣 那你就會產生心理學研究裡頭 所講的延遲聽覺回饋 你就開始 我不想講了 不是 你會覺得說 腦袋一片空白 我剛剛講什麼 為什麼一直能重複 腦袋就打擊了 這個時候你就不會再繼續講話 總統 我告訴你 這槍給誰用最好 對著老闆最好 同意嘛 對不對 對... 或者是夫妻伴侶 互相覺得草可以對著對方 這時候你就會知道 是我們叫做立馬閉嘴 什麼叫沉默是驚 好 不過其實每個科技發明 都會有一些BUG 像我剛才講這個立馬閉嘴槍 它有時候收音可能不是很好 就會造成那個播出來 斷斷續續啊啊啊 一一一喔喔這樣子 所以其實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好用才是最重要啦 立馬閉嘴槍真的是好用 但是我們現在這時候不能閉嘴 為什麼不能閉嘴 因為在今天下午 你看到那法院的宣版 你覺得公平嗎 洪仲秋是一條人命 結果真正讓他死的這些人 最高的也只判八個月 我們休息一下來告訴你